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年的六月底 七月初 学生们为升学和期末考忙得焦头烂额 七月开始的常常暑假 似乎是个让人放松的好时机 到了九月份 有人忙着开学 更有青少女急着去堕胎 根据调查 每年的九月十月 到妇产科要求堕胎的少女比例 比平常高了一成 占全年的43% 远比其他各个月份来得高 证明了九月堕胎潮确实是存在的 而为了筹措堕胎的费用 学生们竟然会自组互助会 自理救济 另一项统计数据更值得警惕 台湾地区16到19岁 少女怀孕的比率高达千分之六 生育率是千分之十七 这些都是亚洲第一 而妇产科医师更是估计 在每年32万名新生儿诞生的同时 更有32万名的胎儿被拿掉 性教育专家说 炽热的暑假常常是青少年发生亲密行为的时刻 这时候人人衣衫轻薄 半推半救之下 很容易就会突破最后一道防线 而出场禁果的青少年又普遍不了解避孕的方法 这才会使得暑假期间 少女怀孕的比率居高不下 在进行我们的讨论之前 我先想要请教我们现场的各位来宾 那么我先想要请教一个问题 刚才我们资料片里面看起来 这个绝对台潮是蛮严重的 不过各位可能有各自的感受 个人有个人的感受 你觉得问题真的有那么严重吗 你认为有很严重的 你认为是很严重的 请按钮 好的 我们在53位来宾里面 只有10位认为很严重 占19% 不晓得问题 是不是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那么我还要请教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可能比较敏感一点 不过希望大家自己判断 你会不会赞成 就是把未婚的 未成年的女孩子 堕胎的医师 给她绳之以法 问题听懂了没有 就是说未成年的孩子 有时候会发生九亿堕胎 就是总是有人帮他们堕胎 你会不会赞成说 把这样的医师给她绳之以法 如果你赞成的话 请按钮 赞成的人就更少了 在我们53位来宾里面 只有7位赞成 只占13% 那么大家不晓得 为什么会觉得说 帮人家堕胎的医师 可能是做了一件好事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请教 这个问题 看哪一位愿意先抛砖引玉 先来讲一讲 你为什么认为说 问题没有那么严重 哪一位要讲话 你觉得问题严重吗 不会啊 不会严重 为什么你觉得不严重 人家说那么严重 因为我知道的不多 因为你知道的不多 这个是好答案 那我们问年长的朋友 你觉得问题严重吗 我觉得蛮严重的 好 请讲 因为我觉得 最主要是因为 通常性冲动来的时候 青少年朋友 他们都是在没有措施 然后就是没有任何的病例措施 之下 他们去做这件事情 那通常女孩子都属于被动的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女孩子不知道如何去拒绝说 我不想要 然后一旦 如果说他是在这个 根据像那个研究显示 如果说在没有任何的病例措施之下 他们进行性行为 然后他的那个怀孕距离可以高达百分之三十 那如果说一旦万一不幸怀孕的话 他就必须面临两个后果 一个就是要那个面对人工流产 第二个就是他要面临未婚妈妈的困境 对 所以我 在您的工作范围里面 相关的您的感受是 情况已经很严重 不是 因为我曾经在医院工作过 对 所以我知道这样接受过 人很多吗 我觉得蛮多的 蛮多的 郑医师你觉得 我想这个 严重不严重是相对性的比较 那我听到一些开业医师告诉我 他们感觉到的是 现在大概比起十年前 二十年前当然是比较严重很多 但实际上九月都太少 这个意思是 以整年来看九月份 十月份跟八月份占特别多 这在去年李清安议员的那个调查里面 有发现九月份单一个月就占了 一年的里面的百分之二十五 所以他那个只是强调说 在七八月 就像我们平常说 农险的时候会做什么事情 学生这个是学险的时候 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父母亲如果不去注意 或者老师因为把小孩子放回家里了 家里如果不去注意 他可能会发生这些事情 而又不懂得避孕的话 结果是这样子 我想请教 就是说 不晓得你们都会觉得 堕胎这件事情本身是会 你会觉得很残忍吗 你年纪很轻 你知道什么叫堕胎 对不对 知道好 你会觉得很残忍吗 会啊 为什么 因为就是等于 把他杀了一个活生生的小生命 是对那个小生命觉得很残忍 对 对那个母亲呢 应该也是很残忍 应该也是很残忍 是请坐在19号 卫生棚 这样或许在 可是对他对那个小生命或许残忍 但是这样子生出来是不是会造成社会更大负担呢 对不对 那可能对其他人也是很残忍的 比如说他的母亲 或者说卫生 未婚怀孕的家长等等 郑医师是妇产科医师 你觉得医师有没有责任 其实目前的优生保健法规定 对未成年的少女做 帮他们做能够流产手术 有一个合法的状况 并不是全部非法的 只要他的父母亲 父母亲或者是监护人同意的话 是可以做的 目前我们的法律已经是这样 目前其实医生的困境 跟很多老师的困境 就是说发现这个 目前这个法令假如不修改的话 目前有一个状况 就是很多青少女 他不愿意让爸爸妈妈知道 他想说 国中一年级二年级 我一定要拿掉 那怎么办 就是说他要想办法去拿掉 那很多医生他不愿意帮他拿 因为他认为说 这样是非法的 所以就说他可能会逼他们 走入秘密的手上去 或者说就是目前药局 在偷偷卖的那个 IU486这些药物 就是这是个问题 我想很多人也在讨论说 是不是要修改 可是又有人担心说 一修改成说 是不是别的 是不是老师同意也可以 或者是别的就是长辈 比方说阿姨或者是姑妈 因为他们可能比较不会 把他凑买 或者把他毒打一顿 大家知道的话 就是说一定把他打死 所以说这些情形的话 有人认为说如果开放成这样的话 会不会又更加泛滥 我想这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如果说你要绳之以法 大概我想最先要把父母亲 先绳之以法吧 因为这事情不是医生帮他做 医生是帮他收拾善后的 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这个倒是蛮新鲜的观点 你们对这个问题有看法吗 39号位置上的年轻朋友 我比较不赞成堕胎就是 因为我觉得 如果你事先有做这个行为的话 你怀孕了 那是你自己应该负责的 你不能说就是为了你自己 或是你现在还在求学方面 然后你就就是丧失了一个小生命 我不知道我是听人家说过 就是小生命也是 就是有一个小灵魂吧 我觉得你会对不起他 然后自己心里会受到创伤会更大 所以我觉得 如果在做这些方面 这个事情方面之前的话 就应该先考量好说 你有没有这个方面的疑问 可是我是不赞成堕胎的 我是觉得说有人会关心小生命 或关心母亲是蛮重要的是不是 我们请教何春蕊何教授 你觉得这个堕胎的事情 对于 我直接这样问好了 你赞不赞成 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堕胎 像刚才我们在谈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堕胎是所谓性泛滥的后果 如果我们用负面的价值来看的时候 我们对于性抱持着很负面的看法的话 当然我们就会觉得那叫泛滥 其实我倒不觉得 我觉得现在的性行为 其实表露出来的是 是某一种性方面的贫瘠和饥渴 以至于我们不计后果 不考虑条件 不考虑品位 不考虑品质 不考虑条件环境 我们就随随便便 机车后座坐坐也可以啦 草堆里也可以 我倒觉得这个社会的责任 是在于说要提供很好的性的品质和空间 好让大家做的时候做得愉快 然后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各位可能没有想到 我们数百年来自从有了堕胎的这件事情 大家有各样偏方以后女人就在堕胎当中 为了要能够掌握她们生命的品质 她们愿意怎么样过活 堕胎我们上一辈的父母亲都常常见到的 常常有堕胎的行为 所以这个堕胎的东西并不是一定对女人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害处 所以所谓的那个生理上的伤害 生理上的创伤 其实可以减到最低 只要我们有一个支援的系统 而在这个支援的系统里面 从来没有去责备这个女人说 你为什么要做 这个责备恐怕是心理创伤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您的意思是说堕胎本身也许没有那么严重 倒是旁人的眼光比较严重 我们的社会环境使得堕胎成为一个 让青少女必须孤立面对的事情 那这个是我觉得是这个社会对于青少年的仪器 所以说到头来的话 大家认清楚一件事情就是 堕胎不是来自于性行为 是来自于没有防范 没有准备 没有准备好的性行为 那接下去可能就得问 我们这个社会和文化 到底有没有准备青少年进入性行为 好的 这个问题我们要等一会儿再谈 何教授给我们非常女性主义的观点 大家可以一心耳目 不过我想在场也许有其他来宾 可能有不同的观点 不过我们才可以展开这个交叉的讨论 不过再继续进行精彩的讨论 我们在下一个阶段要再讨论的 到底今天的状况 是不是算不算做性泛滥 如果算做性泛滥的话 它的成因到底是什么 刚才何教授给我们很多提示 那么但是在进行精彩讨论之前 让我们先看一段公益的资讯 谢谢大家的观众朋友 欢迎您回到民意高峰会 那么刚才我们在上一阶段的何春瑞教授说了 说我们并没有青少年性泛滥的问题 只有不懂得避孕的问题 不晓得各位同意吗 坐在33号位上朋友 其实这问题嘛 大家一直都要熬说啊 对不对 然后又 慢慢讲不要紧 慢慢说 没有关系 我这样 你就蹲下去 其实我觉得这是教育的问题 对 是老师没有教好 所以你其实是同意和老师的话嘛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是说老师应该教大家避孕的方法吗 我觉得老师应该教我们尊重两性 对 怎么样尊重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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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热情的时候 要尊重对方的意见 对对对 好的好的 好 坐在49号位置上的朋友 你同意和老师的话吗 女性解放啊 说女性要 女性想要去做 那就很大胆去做 可是问题是 我觉得 这不是说你想 就是这种自主权的问题 那种自主权 其实是你 应该是 应该是一种尊重 一方面 说虽然感觉上很传统 说什么对丈夫尊重啊 对自己身体尊重 可是问题 这其实是有相当正当性 跟必要性 对 所以我觉得 这性 性行为是权利 可是 可是这权利 其实我认为还是有个限制 不是想做就去做 那不叫做权利 我觉得 何教授 想做就去做 不叫做权利 我觉得每一个人 稍微务实一点 有的时候想做 还没人做 还没个机会做 我觉得每一次讲到 性的问题的时候 每个人都很夸大 就觉得好像 哎呀满街都是 满地都是 所以我倒觉得 问题是出在身体主角 还没有建立 那个安全性行为的观念 还没有建立 那这两方面 没有做好的时候 空谈尊重 只不过使得青少年 在那个很强烈的 性冲动当中 不能够得到 那个沟通的管道 不能够协商 我们两个做 什么样的事情 因此反而 非常的痛苦 而在很冲动的状态下 有可能一下子就做了 再来再来问一下朋友 何老师说 你说那个尊重 是空洞的 他其实 你不要把话放下去 他刚刚讲的是说 尊重是要问 对方的意愿 如果对方的人说 可以 做不做 你又忘了 他说可以的时候 还没表示 你可不可以 你的主权又在哪里 双方面都要有主权 搞不好他要 你还不要呢 因为你可能会说 我不要负责 那我就不做了 负责到时候再说 邓医师你觉得呢 刚提到这个负责 我听到有人说 现在青少年 有些人 他说他负责 只是说我负责付钱 到时候 多胎的时候 我负责付钱 或者有人说 他只是负责承认说 那事情是我做的 我想这个 这个真的是要 要看看他们 到底懂到什么地步 我刚刚一直想 澄清一件事 是说何老师提到说 这个人工流产手术 他对 在合格医生所上 他对人体的伤害性 确实很低 但他提到一句话 我想要更正一下 他说 没有 有没有执照无关的话 这样不行的 因为这个 在民国七十四年 一月一号以前 那时候 优征保健法 还没有通过 没有施行的时候 我经常的 接到秘医送来的 整个把肠子都刮出来 一大堆很严重的 获遗症 在七十四年 一月一号以后 非常少见 因为他们走入 那个合格医生所上 我想这个还是有差距 就是说 当然我们知道说 风险 就是风险高跟低的差距 不能讲说 在合格医生所上 就永远不会出问题 只是风险差距不一样 如果老师也是那个意思 他也是那个意思 假如这样的话 那就没有关系 不过有一点是 我想请教合老师 他有很多见解 是蛮精辟的 但是有一点 我一直搞不懂 就是说 他一直觉得说 这个人权是没有分年龄的 是不分年龄的 所以只要小孩子 他开始可以做这个事情 就可以开始做 那我常常看到 这个小孩子 八岁十岁 他们也可以骑汽车 开汽车 不知道合老师 赞不赞成说 八岁十岁 也给他们开汽车 也给他们发执照 给他们 其实我认为青少年 可以从事什么样的行为 并不是说 我到哪个年龄 我就一定做那件事情 而是说 我有没有权利 去开始养成 做这个事情的能力 那我觉得现在 我们所做的事情是说 青少年年纪很轻 所以根本先不要讲性的问题 我们就读书读书读书 而这样一个准备的工作 完全没有开始 像你说八岁十岁 可不可以开机车 可不可以开汽车 我们可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要让他们 能够开机车开汽车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一个 准备的工作 要提供什么样的资讯 我们是不是要改造车体 要改造机车的重量 我觉得这些事情 是一个社会的资源 要怎么样分配 如果我们社会的资源认为说 我们不用管残障人士 不用管青少年 那我们就照我们成年的 身体的方式来设立 这个机车 或者汽车的这个规格 那当然就已经剥夺了 他们能够尝试的这个能力 那我认为这个能力 和这个选择权 不是天生 不是一下子就有 是这个社会 必须要负上的一个责任 何老师提到这个 我想起来 他刚才提到说 我们他认为青少年 可以进行性行为 假如他们准备好的话 那只是缺乏足够的环境 不晓得老师是不是觉得 学校里面 旁边多开一些宾馆 还是说 家里开放场地 给小孩子做爱 我其实觉得是这个样子 就是如果要一个 比较好的 这个做爱的物质条件的话 我觉得第一个 很重要的条件 就是大家不要再歧视 青少年的亲密行为 因为你不歧视他们 你才会提供资源给他们 那另外的话 我倒觉得 有没有宾馆 搞不好有些人不喜欢去宾馆 他喜欢在教室里啊 或者他喜欢在什么样 一个特殊的地方 那我们能不能够提供 给他们足够的一些条件 比方说 像他们如果想要去 他们不喜欢在宾馆做 他们喜欢在住个别墅做 或者他们喜欢去 某某五星级饭店做 那在这种条件之下 我们就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像青少年的经济来源 那目前的话 青少年的经济来源 很多是打工 打工的条件上面 是不是青少年受到了 跟成人一样平等的对待 还是雇主认为 青少年嘛小孩嘛 我当然可以剥削他的劳动价值 我觉得这里一牵涉起来的时候 就发觉我们这个社会的资源的分配 我们对于人和人的人权 到底尊重到什么地步 马上就受到了考验 好 何老师 我们不要请郑医师再回应 我们请信这个父母们 看看他们的意见怎么样 坐在五号位置上的朋友 我不太赞同 为什么 因为毕竟我们都是 那个时代 成长的都是比较保守 那可能说时代变得 毕竟那个很多问题 我们没办法去防患 还是孩子不是每个都是很理性的 好 坐在四号位置上的朋友 你呢 何老师说的 我是觉得妈妈之间 妈妈还有老师之间 都要很坦然的告诉孩子 两性之间的行为问题 性行为问题 我觉得不要说难以启齿 如果难以启齿的话 孩子会想去跃跃欲试 会偷藏经过 比如像我在那个 有一次跟先生 在房间里面做这种事的时候 就会很情不自禁的发出这种声音 那孩子就会问 就会跑进来敲门说 妈妈妈妈 刚才是不是爸爸欺负你啊 怎么会发出那种声音 那我就会很坦然的去告诉他说 这个就是爸爸跟妈妈相爱的一种方式 是一种爱的表达 但是这种行为是很舒服的 可是要到你们的年龄 达到法定年龄 二十岁的时候 成熟的年龄 才可以去尝试这种性行为的关系 那我们也很 所以你还是不大同意何老师嘛 又要到法定年龄才行 我觉得不要这样 这样会成为这个性泛难 你觉得会造成性泛难 会造成这样性泛难的结果 这样我觉得不太好 一定要到我们成熟的阶段 才可以去尝试 非常谢谢 非常谢谢 我们非常谢谢这位母亲 其实我也非常敬佩她 能够用这样坦然的态度 来谈她自己的经验 我觉得她可以做我们大家的表率 不过到底我们的孩子 在未成年以前 有没有权利进行性行为呢 这个是我们接下来 要再继续讨论的 不过在讨论之前 让我们先看一看 我们的孩子们 现在正处在一种 什么样的环境 二十岁之前 你花了十四年的时间 在学校就学 研读语文 探究数理 学习记忆 了解自然的奥妙 但是您了解自己吗 健康教育它是要一些 都教一些构造方面的东西 那你可能只是了解 生物方面的东西 那其实可能情感上 或心理上的东西 就比较缺乏 学校教会了你 如何计算复杂的数学公式 可是您知道 怎么处理多变的男女关系吗 异性之间的交往 你是怎么学习的 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交往的经验 没有 我都是以学科为重 还是一句话 真的靠缘分 情斗初开的少男少女 对异性的好奇感 与日俱增 和异性的交往 出现困难 应会向谁求助 我反而是从同学 互相讨论方面 对两性的互动 沟通来往上面 得到蛮多的帮助 我们从小的话 和父母并没有 这方面的一些沟通吧 父母亲的两性知识 不见得完全正确 老师教授的新教育 又多含混不清 于是青少年 就只好用自己的方法 探究两性之间的奥秘 是的 这就是我们台湾 在经济繁荣 物质昌明之后的情况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的孩子们 到底怎么办呢 我们请问林总監事 您在这方面 有长期的经验 辅导孩子们的经验 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们刚刚讨论 很多青少年性的 这个问题 但事实上我们都偏重在 生理层次 这个部分的讨论 那事实上 我们觉得说 青少年对性的一个认知 跟了解 事实上更重要的是在心理层次 他们怎么去建构 一个亲密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经常听到说 这样的一个青少年的声音 他是在这个 觉得说他们两个关系 已经很好了 然后很多这个对方 就要求说 你已经那么爱我 那你就应该答应我 答应我 这个就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真的不小心 那个你的就怀应了 当这个你的去找这个男的的时候 这个男的就百般推迟 以前我们不是那么好吗 为什么你今天老是来还我 他就必有不见 这个你的最后 他很感叹地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从纯情的少女 变成无知的少户 那这个就是很真实的社会现象 不过我听起来 您还是觉得不是很赞成 为成年的孩子 我想我的论点是说 我们今天 我认为性是一个权利没有错 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 站在保护青少年的立场 我们有权 我们要有责任 对青少年的性的教育 要能够让他能够充分地了解 对他自己所做的行为 真正去负起责任 所以这是我们觉得 在性教育的一个真正的重要的部分 所以性教育还是我们的责任 您的意思是这样子 我们请教一位老师 坐在二号位置上的老师 刚刚听了蛮多 从堕胎谈到性泛滥 整个过程当中就让我去思考 到底我们怎么去看性这件事情 性是两个人生理的结合而已吗 性是一个情欲而已吗 还是性是因为两个人 彼此相爱之后 先有心理的结合 再进而有生理的结合 然后呢 更重要的是 刚才呢 林总刚才有提到 我们要保护 两个当事人的情况之下 换句话说 要能够 被他周围的人 能够所接纳 换句话说 如果能够在一个制度之下 去进行性 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会得到真正的快乐 而不是一时的快乐跟幸福 您所谓一个制度是什么意思 我想当然指的是我们整个社会的婚姻制度 性的结合 生理的结合是不是就代表爱了呢 我想呢 这是可以画一个问号的 是 年轻的朋友们 做个22号位置的朋友 你觉得大人有权利帮你们决定 你们是爱呢 还是不是爱呢 因为基本上我觉得 这个性的东西呢 跟一个人的成熟度有关 并不是说 青少年 他在那个年龄 能够控制做这些事情 而且我觉得他的成熟度一定不够 他知道这是什么吗 说不定他只是想尝试 说不定看了一部影片 有那种激情的画面 他就想说 刚好说不定他女朋友在旁边 他就觉得说 会不会说 好奇就想去尝试一下 可是基本上 我觉得这并不是说 证明说爱他或什么 不会觉得女生 你不要这么傻 你那么年轻 怎么口气听起来那么老呢 我觉得这种事情 说实在 说穿了就是说 有时候说 男生是好色的啦 可是基本上 讲也是很不公平 因为有时候 双方面啊 在那个环境的情况 会觉得说 以身相许啦 什么什么 我觉得这是很不正确的事情 OK 好 谢谢 谢谢 25号卫生的凡全军朋友 你觉得应该给青少年 更多的空间 对 那如果出了问题呢 那如果出了问题呢 这个 这个就是看教育 有教育好了 OK 回到教育 我们就可以 大家都可以没有承认 谢谢 不过我觉得年轻人的心 人还是非常重要 我们请教卫教授 因为他是高斯大的教授 在这方面是专业的研究 是的 在这里面 我有点想法想要提出来 就是刚刚我们那个 22号同学 他有提到说 有的人他可能看了A片之后 然后有冲动 刚好女朋友在旁边 在我舞坛的同学里面 他有一位就是这样子 发生性行为的 而且是在他 他们是一群人 在同学家里面看 然后看了之后 男孩子有性冲动 就女朋友刚好在旁边 他们就到同学家的房间去发生性行为 这种事在我舞坛的个案里面 是有一个这样子 那另外一点要提出来 就是说 我们今天讨论很多 那还有一个是 有关于法律上面的问题 好像 雖然我对法律不是很了解 不过好像是 有一个法令 他里面有提到说 跟14岁以下的那个未成年 发生性行为的话 好像是说 是算做强奸罪嘛 那未马16岁的时候 好像是算做是准强奸罪 这个好像在 因为今天我们没有律师在场 所以这个问题可能也是需要去考量的 他在这个地方 在法令上面 他就有这样子的规定 那可能跟 所谓的成熟不成熟 这一点可能我们要先考量到这样子 我顺便请教一下 各位年轻的朋友 你们有多少人知道说 刚才魏教授讲的这个 就是说跟14岁以下的女性发生性行为 就算是强奸罪 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事情 举个手看看 按钮 你们大家都知道 哇 这只剩下我不知道了 不 还好 我年纪够大了 没有关系 好的 那我们这个 关于孩子们的这个性的问题 我们今天这个段落先讨论到这里 我们看一段公益的资讯 之后我们要进入到最主要的主题 就是说 到底现在该怎么办 刚刚快到这个地方 来自分极stone的风خ 什么呢 这一次就会到了 这个事 没事 osaurus ME 酱 欢迎您回到民意高峰会 我们已经在经过了相当详细的讨论 从九月多胎潮一直谈到 就是说目前性泛滥问题的成因 可能是哪一些原因 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让我来请教我们现场的年轻的朋友好了 我们现在 你认为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除了49号位置上的朋友 我想提供就是我所在的环境 我觉得这个环境给我的帮助 可以让社会一些就是想要解决这些问题 可以从这些环境来着手 太好 请讲 首先因为我是住校学校 我觉得我们第一个师生互动非常非常密切 如果我一有问题 第一个我一定找导师 导师没办法解决我们辅导师的资源 非常非常充沛 那随时你可以跟辅导主任或辅导老师 个人约谈 那像如果说回家的话 如果我遇到问题 我直接跟我爸爸妈妈说 那遇到我真的很难启齿的事情 我们通常就写信 我写信通通的塞到门缝下给我妈妈 然后可能我一个礼拜后回来 他就会把回信留在我桌上 然后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甚至有一次我爸爸甚至从他的公司 就寄信过来给我 然后我在学校就觉得我被尊重 然后我的想法让他们知道 然后我想要得到问题 我想要解决的问题 也能够得到答案 好 坐在19号位上朋友 我想是说如果要解决的话 解决之道 首先大概就是 让性观念更加开放 继续保持开放的道路 对 直直走去 对 而且是 千万不可回头 是这个意思吗 而且倡导避孕 要倡导避孕 就何老师所谓安全的性的意思 对 那么各位年轻朋友 你们还有其他意见 是32号位上朋友 其实就是 你之前说很多问题吗 那大人也一直说 就是有什么方法 我们可以帮我们解决一些问题 可是 其实我说真的话 如果说像我好了 如果说发生了性行为的话 那我第一个会想的 可能会想说 怎么办 如果被爸妈知道的话 那爸妈觉得可能会杀了我 或者这样 对 就是说呢 我会考虑的话 并不真的说 只是避孕的问题 如果说我是一个男子汉的话 那如果他真的 如果说真的怀孕的话 那当然知道 都要负责 可是他的爸妈会怎么想 会不会告你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啊 所以 我觉得父母 要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就是 如果说当我们真的发生的话 父母亲是一个很重要的立场 他们要告诉我们说 说孩子 你要好好走下去 他讲的很感人啊 但他为什么都笑 所以我一个人在感动吗 他就是说 要告诉我们说 他虽然说我们做这样的话 是不对的事情 可是他不要一昧的责备我们 而是要说告诉我们说 接下来路我们要靠自己走下去 或者说 有某些责任是我们要自己负担的 其实就是说 大人给我们的一些照顾 比就是很多那种片面支持 还重要很多 你所谓片面支持是指什么 就是说 20岁啊 才能做那种事情啊 40号问一下 关于性败乃的问题啊 我想分几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 长久以来 像现在成人跟我们青少年 为什么会价值观差距那么大呢 因为他们从那个时候过来 这个时候那个知识爆发 然后我们的观念 在对于大家来说 这是一个那个性观念开放 这是一个趋势 大家没有办法否认的事情 那我们这个时候 当然跟父母那一代观念会不一样 那我想这个长辈 那需要改进的 他们需要跟上潮流 那另外一点我想说就是 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虽然得到性知识 可是并不完全 我们是不是需要 能够由教育 来给我们更多 更方便 更正确的知识呢 比如说 在健康教育课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教导说 如何避孕 如何使用保险套 我想这在台湾 根本没有做到 那是不是还会造成所谓的 事后去 事后去堕胎 那如果我们能够事前做好 把这些事情都做得非常完美的话 那我想 所谓的堕胎草就不会发生了 这是第二个层面 还有第三 第四呢 你不是说要四个层面 我说分几个方面来讲 分几个方面 对不起 是我记错了 我一直觉得你要讲很多方面 OK 但是我请教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会不会担心说 如果在健康教育上 或在正式的教育 课程里面 教导年轻人如何避孕 会进一步的引发 更严重的后果 我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大家想想看 我们一般人都对普通道德观念 如果这样想就可以了 没有听懂 我的意思是说 你会无缘无故 就想要去说 听这件事 我会避孕 那我就会做爱吗 当然是不会的 你会考虑很多事情 对不对 自己年纪的问题 自己心里成不成熟 我想大家都会想到 还包括着会不会被爸爸杀死的问题 对不对 对啊 其实心上的压力是很大的 大家不用太担心 是 林总監事 您觉得 刚才李医师说 我们现在的青少年 还没准备好 对吧 可是您觉得 我们已经尽了多少力气 去帮他们 性教育里面 含的是认识自我 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 第二个 要尊重自我 第三个是 保护自我 我们新阶段 尤其是越小了 小孩子的话 好像也很容易被人家侵犯 性骚扰的问题 性侵犯的问题 性伤害的问题 我想蛮严重的 这是第一个部分 是我对于我自己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 性教育的目的 是什么 认识异性 尊重异性 当然也要保护异性 你不想说 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以前的话叫 青春不要留白 对不对 然后跟着感觉走 我想这些的话 都是青少年 可以有的感觉 可以有的做法 但是除了自己之外的话 跟他人之间的关系的话 我觉得应该 也得把它建立起来 所以我觉得 越广泛的东西 对青少年来讲的话 是应该多了解 而不要只局限在 性教育就等于是性行为 或者等于是性生理的部分 我想这个概念的话 让大家先了解 我想我们现在 先来看一段资料的短片 了解一下 目前我们国家 对于性教育的各种现况 之后我们再请何教授 就刚才这个话题 再继续来发挥 好吧 时代在进步 性教育的教材和内容 也当然要有所改进 或许你对于国高中的 性教育教科书不太满意 不过教育部编列的一套六卷 两性教育录影带 倒是突破了不少的特就 使用保险套第一步 要捏紧保险套的前端 将空气排出 第二步呢 将保险套套在 已勃起的阴镜上 注意不要用指甲 刮破了保险套哦 射精之后啊 阴镜会缩小 应该赶紧握住 保险套的开口处 连同阴镜一起离开阴道 否则那经一从 开口处露出来 造成怀孕就功亏一篑咯 小姐 真的还不错啊 我妈也准备到苏尼啊 哇 哇 哇 我都没屌啊 哈哈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老师经常碰我 让我很不舒服 他甚至在吃我的豆腐 老师在学校有受学生欢迎 而且 老师这么关心我 我怎么可以这样想呢 可是 我真的不喜欢他这样碰我 再说 我并不想给老师找麻烦 如果他们相信我了 他们会不会对老师怎么样 我该怎么办 我们来回来看看我们现场的来宾 你们觉得目前进行的性教育 你们觉得满意吗 好 坐下三双 各位三双朋友 有时候有上什么模型的啊 拿出来老师也是 比这个是什么 那个是什么啊 他也是这样讲讲讲 介绍器官怎样啊 讲讲也就随便 吵吵的带过去 然后也没有说 说得很完整 说你们应该都知道这些是什么吧 然后就这样带过去 这句话也蛮对 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 一看就明白 是 那还有其他的年轻朋友 你们觉得性教育应该怎么改进 目前的性教育你满意吗 39号位置上的朋友 对啊 像我觉得 像有些很多国中的老师 都不愿意教学生 有关性这方面的事情 然后我们在高中也受得那种 也是觉得就是很缺乏 然后健康教育也是只讲身体构造 也没有讲一些观念啊 然后就像如此 就是该如何对待异性啊 然后都很缺乏 必须从书本上啊 杂志上啊 电影上才能就是 才能才会知道我们想要知道的东西 然后问老师啊 他们有时候也是很避暑 然后又觉得 小孩子不应该问这种的问题啊 对啊 避重就轻 对啊 还有哪一位 好 四号位置上没有 刚才有一位同学说 那个我们教育部分 是不是也要教就是 要如何避孕的 那我想说我们高中的女生护理 其实是有教的 有教如何避孕 对 有教避孕 然后要如何养孩子啊等等 那我现在在怀疑说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性教育 就是着重女生的部分 是不是不够全面性 是不是男生除了军性之外 也是要学习护理的部分 就是也是要学习如何避孕 然后也是要学习如何养孩子 对 好 何教授 一般的平均年龄是29岁才结婚 如果在婚姻制度之内才能够有性的话 一个人要从一岁开始成长 要等29年才能够进行性行为 你知道在中间他要付上多大的人生的代价 才能够压抑 才能够疏导 才能够忍耐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的话 已经是蛮不人道的一种要求 那我觉得我们性教育里面 其实最缺乏的是愉悦的成分 就是怎么样在这个性的活动当中 不是充满了焦虑紧张 而是真的有一种很平和的满足的快乐 这样的快乐的话 在一个禁忌的社会里面是不可能的 因为大家根本就不谈 不谈的话 每次做都觉得心里面充满了罪恶感 充满了压抑 充满了不知道怎么办好的那种状态 这样的性品质也不见得会好 现在还会这样吗 不会吧 因为大家都不愿意谈 你看开始做的时候 每个人心里面就觉得好像很罪恶 做了件不对的事情 刚才有朋友这样讲 不对的事情 性没有什么不对的 你就是做得不好 倒是真正的蛮不对的 所以我倒觉得 我们如果说要谈 大家对于不好不要联想太多 他的意思是说不够安全 是吧 没有不够爽 不够自在不够满足 我们在面对性和情欲 在我们中央充斥了这么多的 有这么多的跟性跟身体相关的图像的时候 我们要开始学会理财 学会怎么样能够操作我们自己身体和我们的情欲 选择我们应该怎么进行跟谁进行进行成什么样的状态 而不是一味的告诉青少年说不要做不要做不要做 等候等候等候 等候不是没事干 等候是要耗费自己的精力 耗费自己的道德能量去压抑的 去责备的去自责的 那这种状态我觉得对于青少年的发展 一点好处都没有 因此现在的性教育必须是前瞻的 必须从肯定青少年身体的冲动开始 然后教导他们怎么样去理财 理我们身上这个情欲的财 是林总監司你赞成性要这么前瞻吗 我想这个何教授所提的是 他这样的比喻我直接的想法是说 其实他把这样的性的一种关系跟物化跟经济化 这样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的话 事实上人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精神层次的 那从人的角度来看 他是一个所谓的性教育是一个人格化的教育 是一个人格化的教育的过程当中 从精神层次的过程当中 当然性的满足是人类的基本需求 但是人之所谓意义动物 是因为我们能够去主宰自己性的控制 自己要与不要 这要与不要的过程当中完全不能用 经济的或是完全用这种物体的生理的 移业的角度来看待一个人 我自己可以很移业 但是我这样的移业 能不能带给别人移业 最大的过程的思考过程 裡面完全不能用 我个人的看法是说 不太能够完全用这种生理的层次 来回应这个问题 他本身有整个社会的价值观 魏教授你评论吧 事实上我们好像大人有的时候把一些事情想得太过度严重 那事实上从刚刚我们几位同学的身上 我们可以听见的是什么 他们需要的是老师跟家长 师长的这种所谓的支持跟协助 他希望说一旦他发生事情的时候 得到的不是责备 而是你能够帮我或协助我 然后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那个时候所涉及的问题 可能就不再只是做所谓的道德不道德 或者是说该不该做 或者是怎么样做 这样子 这是另外一个层次 而且将来的社会 我们带给孩子的又是不太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是觉得说 现在目前为止 我们在讲这个性教育的东西 应该是要去探讨 就说怎么样去做 什么时候做 什么方式做 然后什么样的内容 可以用这种所谓集体讨论的方式 然后去讨论出来一个共识 这样子 事实上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他并不是说你今天设一个什么样的课程 而是每一个老师 他都应该有这种临机应变的能力 我倒觉得老师 如果一味的还在想说 我要拿什么东西去教学生 没有用 因为永远跟不上时代 重要的是怎么样在学校的教室里面 能够营造出来一个 学生可以提出他自己的看法 而不必怕老师秋后算账 学生怎么样能够提出自己的资讯 自己的意见 而在教室当中有讨论 是 是 是 我刚看到我们坐在一号位置上的老师 二号位置上的老师 你们两位一直点头 对不对 你们觉得怎么样让老师可以更开放 因为刚才谈了半天 年轻人也是这么说 专家也这么说 那么我们的老师从过去的时代走过来 他怎么样能够 像刚才有一位妈妈那样的开放的 勇敢的表达自己的意见 给孩子们正确的指导 你们两位觉得呢 刚才从一些年轻朋友当中听到 当自己有一些状况发生的时候 很需要的 其实不是责备 是知识系统 那我想这来自家庭 来自学校的知识系统 甚至来自他作为环境的亲友 这些知识系统的确相当的重要 那么刚才呢 魏教授也有提到说 老师要有离场反应 这我也非常的同意 因为呢 一个老师在实施性教育的时候 老师本身的态度 其实就是一个身教 如果老师多多长长 就像刚刚有些同学们说的 老师们不是很 就是说 自己的态度不是那么健康的时候 对不起我把问题拉回来 就是以你们两位的经验 怎么样能够让老师改变 我的意思是 当然就是说 但这一方面是老师自己成长的背景 还有教育养成这过程当中 我想这个都是 都是可以去面对的 去帮助老师 那还有就是说 从事性教育这方面的老师 我觉得自己本身的心态的调整 也是蛮重要的 陈医师 我觉得最大的关键是 有很多老师他本身对性不自在 不自在 他自己就很不自在 他怎么办法讲出来 很多家长也是这样子 我们包括医生里面 都还有人觉得这样子 所以我想你说怎么去改善 今天公共电视 开这样的节目就是一个改善 就是说今天多开一些这种节目 就是一个改善 就是社会教育可以帮忙 那这些老师最好能够有管道 在某些大学里面 开些课 让这些老师能够都去 再去再利用寒暑假再去修 也是一个管道 很多方面的这个内容 也是个大问题 就是说今天我们知道 很多小学生 他已经会问说 为什么课程上就教我们说 当精子遇到卵子 会变成受精卵 可是精子是怎么碰到卵子的呢 你怎么没告诉我呢 最重要的环节 对对对 略而不谈 我们今天只是 大家很多人批评说 这个性教育里面只有重视生理 可是连生理的部分 都没有教得很清楚 所以说最基本的也没有教清楚 所以说我想不要回避 就是说对这个很自在的话 你去编教材的人也自在 教的人也自在 那学生听了他才能够自在 那么加上刚才有个 49号的女同学 我觉得她讲得很好 就是说今天 如果说今天他 大家都自在之后 这个亲子关系沟通很好 私生关系沟通很好的时候 才有可能说大家都自在 那沟通关系良好的时候 能够这样 就是有问题的时候 可以提出来 我最问你一句 你会不会担心 大家都很自在 那就更自在了 不会不会 他自在他懂 他懂得说 怎样的状况之下 我才可以去做 我才愿意去做 9月堕胎潮 有一个人他的意见是这样 这个因为事情都发生在夏天 所以有人主张说 我们把暑假给他挪到冬天去算 刚刚是谁说话 刚是谁说话 谢谢请讲 变成三月堕胎潮 变成三月堕胎潮 可是冬天天气比较冷 比较 在室内更好 走在被窝里的机会更好 走在被窝里的机会更好 所以魏教授 你专家说的话 大家都仔细听 教授专家说的 走在被窝里比较好 那么我们开始乱说话 这样可能比较自在 请三号位上 事实上这个新教育的问题 大家都谈了很多 做父母的也好 做老师的 是不是可以把自己身端放下来 站在青少年的立场 跟青少年一起来沟通 刚刚郑医师讲了很多 我很赞成 但是有一部分 看了书 有点书看了很多 但是面对的问题 他讲不出来怎么办 所以可能需要学习 成人也要学习 大人也要学习 小孩子也要学习 我倒有个想法 就是说多看书 还不如让他多表达 因为一个人如果敢自己讲的话 大概就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有一位示范妈妈 非常敬佩你 第二次孙敬你 您怎么开始 您要说 性教育的过程当中 生理的教育 并不是性教育的最终的一个重点 而是他怎么样在心理的教育过程当中 去了解一个人 也去了解自己 在自我肯定的一个表达过程当中 能够跟别人沟通 那是一种亲密的行为 他是能够彼此能够相互去感觉到那个一夜 那刚刚何教授也提到 那个一夜跟喜夜的过程当中 不单单是生理层次的 是那种心理层次的那种感觉到 被尊重 被了解 被支持 被鼓励 或是被爱 对 被爱的感觉 那个是基本上是一种心理的历程 这个心理的历程 事实上是在青少年这个过程当中 学习如何去跟异性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交往过程 所以这样是要学习的 有人不高兴 不不不 我是要补充一下 我完全赞成这个心理历程的部分 但是我觉得这个心理历程要养成 这样 要到这样一个段数 这么一个高段的发展的话 必须要有个更开放的交友的文化 而在现阶段的话 我们在所有的学校里面 或者未成年的青少年的家庭里面 都看到父母亲和成人禁止青少年交朋友 这种禁止不让他们能够有多的机会交往 多认识朋友 很自在地分分合合认识出去玩 或者绝交什么之类的 你要慢慢开始去操练这种比较开放的 比较自在的交友文化 才能够去锻炼那样一个心灵的成熟度 所以是不是我们要给孩子们更多的交往的空间 其实这个话题有点危险 不晓得家长们会不会担心 我请问9号位置上的 假如说这个小孩他本身的个性 他能够自己控制自己 譬如说他目前的阶段 他求学阶段嘛 他应该是求学为重 然后交朋友啦 不管说男朋友女朋友 我觉得我不反对 但是假如说他将太多的心力跟精力 投注在交朋友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不正常了 所以要看小孩子本身的个性来定 不过会不会因为 常常交朋友就不会放太多心理 一直不准他交 他就一交起来就一发不可收拾 会不会 你觉得 以我们这个年龄来讲 就是说本身我也是职业妇女 那我们周遭的一些同事的小孩 就是大致的情况差不多是这样子 就是一交起来就一发不可收拾 当然也不是绝对啦 只是说这种案例特别多 好 李医生你刚刚有表示一些 那有关交朋友 其实我自己也有小孩 我想我从来没有禁止自己的孩子去交朋友 但是我会在他们交朋友的时候 会告诉他们一些 他们可能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那这个家里的可能一些规矩 比如说你几点要回家 我想那个部分是 家长跟孩子互动的时候可以提供的 总而言之是不要逃啦 不要逃 我想逃没有意义 逃一点意义都没有 最后我们把这个问题 请各位正式地表达一下意见好不好 大家仔细听我的问题 这个我们全国的观众在看 看我们今天经过讨论以后 大家的想法到底是怎样 第一个问题 请教您 您觉得我们的性教育 目前的性教育 应该更开放 应该在做更大幅度的改进的 您认为是这样的 你赞成要给大家改进的 请按钮 我们在53位来宾里面 有51位来宾 占96% 认为我们目前的性教育 可能还有改进之空间 也许应该要更大胆 不能说大胆 也许要更开放一些 或者是说更多元一些 刚才何教授指示 那么总而言之 这个性的问题 可能跟性的教育 是没有办法脱开的 不过经过这么长的讨论 我们也有兴趣知道 青少年有权利自主地决定 自己要不要性行为 您赞成的请按钮 在53位里面有36位朋友 赞成说青少年有自主的 性行为的自主的权利 在68%其实比例蛮高的 我蛮惊讶的 可见我们社会是蛮大胆的 这会是蛮大胆的了 我们这个节目时间 已经到了最后的尾声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请三位来宾 为我们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每个人只有一分钟 时间不能长 哪一位先 坐在48号位置上的朋友 我觉得我们还是 的确是应该用 比较开放的角度 去面对实施性教育 而且性也不一定 的确不一定是一件 肮脏的事情 不要忌讳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 境遇并不见得是 不好的事情 我们每个人都有欲望 贪欲那也是一种欲望 情欲也是一种欲望 不是放纵我们的情欲去做 就是一件前瞻 或是很开放的事情 事实上 事实上的境遇 其实是必要的 尊重整个社会上的 每一个人这样子 非常谢谢 好 第二位 哪一位 好 最后29号位置上的朋友 记得我记得 以前中国有一句古老话 那个叫 实色信言 对啊 实际上这句话 就可以讲很明白 实际上性行为是很正常的 因为一个人总是要 传宗接代的 对啊 那所以 对啊 所以这句话 我就觉得 很正确 那 那论语他要讲一句话 他说 极其壮业啊 然后借知在色啊 所以他的意思也就是说 一个人 如果他写气方刚刚 然后 所以一个人 他对于性 就是要有所节制 对 不要 但而且 对啊 就是要有所节制 非常好 那两位都讲得非常好 反正就是 性是必须接受的 但是亦不是可以 无限的放任的 好 还有哪一位朋友 最后八号位置上的朋友 我觉得一个家长在家里呢 本身就要有做好这个 有机会的话 好好的跟儿女们沟通 家里要开放一点 关于这个性教育方面 有机会的话 尽量给予 适当的解释 譬如说 我跟我儿子 时常一起洗澡 我儿子就问我 为什么 你那个小鸟鸟 会长毛 我的不会 我就跟他讲 我上次不是跟你 带气 跟你去抓小鸟 那个鸟窝吗 为什么那小鸟没长呢 就是因为你太小 等你长大了 你自然会长 另外我跟我女儿 他两个现在也在后面 一个国中 现在上 一个高一 他会跟我谈论 男女间的 性关系的问题 不要怪说 教育单位 没有做好 家庭 各个家长 也要配合 教育单位 给予适当的机会 这样多方面来做的话 另外还媒体方面 一些正当的教育 譬如说 今天公司这个节目 多方面来配合的话 我想这个性教育 普及下集的话 正确观念之后 性泛滥 后面的一些问题的话 就可以减少了 谢谢 谢谢 我们谢谢 三位来宾 给我们做精彩的结语 问题当然是很多的 那么需要努力的 时间与空间 恐怕也还很长远 不过 所有的讨论 都是为了 及时有一个好的开始 那么各位观众朋友 非常谢谢 您今天的收看 希望我们今天的讨论 能够对您带来思考 能够对您的生活 有所注意 非常谢谢 我们谢谢 今天各位特别来宾 花了很多时间 在我们这里 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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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今天我们所讨论的问题 事实上是很多父母 和老师所关切 但是我想在整个讨论的过程里面 有一个重点 可能是最是值得我们思考 与反省 那个重点我觉得 就是在今天的很多位来宾 都提到说 性是愉悦的 但是我宁可呢 更说的深一点就是 性其实是美好的 如果不是有性的活动 人类早就已经绝灭了 一个孩子开始对性产生好奇 这就意味着说 他要展开他美好的人生了 如果我们能够对性 抱持着这样的一个 比较积极和正面的态度 那么我想 今天我们所谈的 很多很多大家的期望 还有我们改进的方案 都能够水到渠成 禁忌是过去时代的事情 开放是我们母亲 未来所应该追求的理想 在开放的过程里面 难免会带来小小的失误 难免会造成小小的混乱 这可能是任何社会 在进步的过程里面 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让我们不要为今天 一丝的缺失 觉得太害怕 太恐惧 让我们对未来 保持着更多的期望 那么最终的期望的根源和基础 那就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如果我们愿意认真地思考 愿意携手地合作 愿意非常负责任 而且非常骄傲地 做这块土地上真正的主任 那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 共同来经历人间美好 性的问题 这是问题的一个层面 任何一个层面的问题 我觉得都可以这样子来看 我可以这样子来看